自从2019年,猫山王榴莲可以走正规途径进入中国后,明显的猫山王市场就开始活跃起来。 榴莲种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为榴莲树种下后并不是短期可以收获的水果。 出于收获时间长,目前基本上都是通过嫁接方式来缩短收成时间。 传统种植法需要7年到10年才看到收成,嫁接方式只要3到5年就开始打果了。 除了平日里,榴莲圆的打理,收成期前后的努力。 农民在这个种植过程,付出的永远是最多,也是我们看不到的。 而且这个看天吃饭的行业只要雨水欠佳,当年的收成也不会太好,进而影响收入。 在西亚本地市场上卖着50到60码币,约100人民币一公斤的猫山王,进口到中国后摇身移变成150到200人民币。 一公斤的爱马仕榴莲,可能大家觉得猫山王不就是榴莲吗? 怎么卖的比泰国的榴莲那么贵?是不是暴利? 只要有吃过猫山王榴莲,也喜欢榴莲的都知道马来西亚榴莲是值回票价的。 进口榴莲到中国市场分别有泰国的鲜果。 和马来西亚的冷冻榴莲两种进口方式。 冷冻的猫山王榴莲,泰国的鲜果就需要像香蕉那样,在榴莲还没熟之前就摘下,包装出口。 马来西亚的冷冻榴莲是在榴莲自然熟透掉下后,再用液氮速冻,包装成10公斤一箱。 这样的成本就会高很多。 成本高于一般鲜果只因为在于、速冻、运输、中国冷酷、顺风冷炼发火、马太榴莲的区别。 就在于榴莲品种和四香熟透这两个关键因素。 山王榴莲是季节性。 当然,猫山王只是马来西亚众多榴莲其中一个有名气的榴莲。 各种不同口味的名种榴莲也是吃货们必尝的。 榴莲是季节性水果,不在季节时过来马来西亚吃。 基本只能吃到较贵的榴莲了。 季节一般,冰城来说,五月底开始到七月底。 这时遍地都是榴莲推的最佳品尝榴莲的时间。 因为季节关系熟透的猫山王从可以保存二到三天。 通过速冻方式进口到中国,就可以保存一到二年了。 老屋的老树。 虽然说冰城是榴莲的名产地,但猫山王最有名的则是在彭亨州的劳务。 从商业角度看,我们看到另一种商业模式,也就是众筹种植。 在一片农地由一家公司发起众筹。 把地分出许多小块,每小块以几万到几十万马币。 或者以榴莲树的数量,比如每棵树卖多少钱。 分销出去,承诺在一定时间,给出固定报酬。 这个做法也是因为猫山王有了人气才开始的。 好处是,投资人不需要自己买的管理。 一般地主,都是会等花期时把榴莲园承包出去。 自己很少会打理的。 承包方就判断可以收成多少来谈判承包价格。 接下来就是承包商来收果和卖榴莲了。 众筹也不愁销路,完全由投资公司来操作。 坏处是,这是一纸合同,投资人不拥有土地。 没有地气,没有保障。 万一投资公司运营不下去,或者跑路就血本无归了。 科普一下,马来西亚虽然可以让外国人 合法买的盖房。 这只限于住宅和商业用地。 农业地段外国人是禁止购买的,包括中国人。 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众筹种植都不会成功。 因为我们认真计算过这个模式。 加上我们有多年销售经验,这个好好做是能成的。 猫山王的未来课题。 还有一个重点,猫山王是没有地域限制的。 就是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方种植猫山王。 种出来的就是猫山王。 牢物由于猫山王老数较多,所以会以猫山王而闻名天下,逐渐其他周数。 包括槟城、霹雳、柔佛的农业地上都正在翻种猫山王。 以后可能泰国或者菲律宾都可以种出它们的猫山王。 没有地域IP的品种。 没有标准化认证的这个水果,怎么发展下去呢? 这个话题值得深思。 宁量着出口另一个,以猫山王还贵的名种黑刺榴莲。 要是黑刺火起来,猫山王该如何争锋? 加上大量的种植,几年后价格会不会下滑。 谁也不会知道。 种植、收成、收果、速冻、出口。 销售些环节都已经打通,价格也逐渐透明化。 以后的榴莲可能会比燕窝浮厂竞争更激烈吧? 朋友,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那些朋友喜欢我的视频的,请帮帮忙。 提起你的手帮我点赞分享订阅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